云林县大平乡清洁队在去年的环境清洁竞赛中 获得环保署30万元的清洁奖金 而为了充实队员们的食物经验 也增加了跨县市的交流 而这一次特别安排一连三天的观摩行程 而13号他们则是来到了吉安乡清洁队 受到乡长游淑珍以及清洁队长樊一鸣的热情欢迎 13号一早云林县大平乡清洁队一行30多人 就在队长赖俊雄的带领下来到了吉安乡清洁队 受到乡长游淑珍及清洁队长樊一鸣的热情欢迎 除了先是以口头分享经验交流 也实际观摩队部的运作情形 素纹我们吉安乡这边清洁队 它的回收不管是大型家具 这个回收再利用 以及我们资源回收垃圾分类的宣导方式 特别是它这边我们的机具 汽车机具 那这边都是可以自己来营运 来做简单的一个维护修复 这个对乡公所的预算经费来讲 也是莫大的帮助 我们这次就选择我们吉安乡 来这边跟他们请益 也收获满满 我们相信做好做满到位的服务建设以外 更要有捷径的家园 以及经验的交流分享 来共起整个环保 做好每一份工作的一个任务跟职责 吉安乡公所非常欢迎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清洁队 也希望透过吉安乡的经验 来给各个乡政市公所作为分享 同时也透过了他们带来的资讯 也能够增长我们服务工作的能量 云林县大皮乡清洁队 在去年的环境清洁竞赛中 获得环保署30万元清洁奖金 这次特别安排一连三天的观摩行程 除了了解吉安乡资源回收 乐视清运的方式之外 还有二手家具再生工厂 希望透过学习观摩 也能把部分经验带回 增强彼此的业务效能 记者 许立琴 吉安乡报道